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开密集参访行程 多维度感受大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脉动 在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 马英九一行听取了城市大脑建设使用情况介绍 通过大屏幕直观了解浦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探索 他拿出本子记录 随行台湾青年学生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兴趣点 在湖南 马英九一行参访三一重工长沙18号工厂 了解这家民营企业发展情况 听说2009年台湾88风灾时 三一重工捐献工程机械设备投入救援 他鼓掌致意 走进七彩盒子 马英九观看短片 了解湖南广电与台湾电视界交流合作情况 并与生生不息宝岛季节目组连线互动 了解到六名台湾青年在节目实习 他表示 希望他们把握机会 做好工作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马英九了解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中欧班列 长江黄金水道等构成的物流网络 频频点头并表示 重庆作为内陆城市 有这样出海路径不容易 来到赛利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 马英九坐上新能源汽车驾驶座进行体验 竖起大拇指点赞 台湾青年学生在各种车型前拍照打卡 从乘坐高铁穿梭多地 到参观铁剑重工 三一重工 赛利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的现代化车间 再到走访湖南广电节目生产基地七彩盒子 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马英九一行多维度感受大陆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脉动 了解真实 立体 全面的大陆 马英九日前受访时说 我参观了企业和许多地方 发现大陆在各方面发展都非常快 有些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 这非常好 将来双方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机会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将参加 国民党2024年征召民调 对此台湾舆论分析称 郭台铭的出现将为国民党2024 再添新的变数 据台湾媒体报道 郭台铭5号召开记者会 对于四年前父亲离开 向国民党致歉 并宣布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 我四年前父亲离开国民党 让很多人失望 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 致上我万分的歉意 对不起 最后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 国民党决定征召他 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谊市长 对于郭台铭宣布参选一事 国民党中央5号回应称 未来将竭尽所能团结民众 凝聚所有支持台湾安全繁荣 支持区域和平的力量 创造台湾远离战争的美好未来 也有国民党人士 对于郭台铭的表态表示欢迎 希望与所有非律候选人团结合作 赢得2024年选举 有党内人士称 郭台铭调整脚步 强调自身的科技与经济优势 不仅消除了退党后的党内质疑 也展现出团结的胸襟 给国民党一记强心针 有台湾舆论分析认为 郭台铭此前退党时口出恶言 现在不是随便道个歉就可以无事 郭台铭过去也没有参选过 有多少未爆弹还未可知 此外他目前没有党籍身份 若国民党未让郭台铭回党再开特例 必会影响党内的公平正义 郭台铭最终是否能够获得 国民党中央征兆 主动权还在国民党手里 近日有美媒刊文表示 赖清德如果代表民进党参选2024 会让台湾变得更加危险 以此台湾舆论纷纷表示 只有下架民进党台湾才会好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文章称 被民进党视为蔡英文接班人的赖清德 近期意外的无声无稽 但无论理由是什么 近期传出美国政府依赖论 认为赖清德在两岸议题上 依旧菜归赖随 迟迟拿不出完整的两岸论述 难以提高美方对他的信任度 分析称美方会有此疑虑 当然与过去赖清德曾公开表示 自己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 但更多的是 赖清德至今仍未拿出 有台湾地区领导人格局的论点 或者细数未来两岸的互动模式 大大增加美方认为 赖清德在上台之后的不确定性 对此许多台湾网友纷纷表示 不能再让绿色雾台害台了 下架民进党台湾才会好 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 也有人指出赖清德为了选举 讲的话改来改去 面对侧义和黑金问题 就躲起来不回应不处理 有什么资格选 台独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出路 台独金孙四个字就够他瘦的 民代不爱 百姓不信赖 蔡英文炒作与美国政客见面 暴露台独真面目 台媒称此举挑衅意味明显 必遭中国大陆坚决反击 美国反华政客为何一意孤行 又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蔡英文篡美见麦卡锡 以美谋独必遭严惩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4月6号蔡英文以过境为名 篡美并与美众议长麦卡锡见面 国台办发言人发表声明称 这是民进党当局推动 美台勾连以美谋独的又一条性行径 我们予以强烈谴责 将采取坚决措施 惩戒台独分裂势力及其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台政客为什么频频上演政治秀 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钟厚涛先生 欢迎二位 李鸿北京的厚涛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台北的游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蔡英文在篡美期间 与美国众议长麦卡锡进行了见面 先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4月6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过境篡美期间 与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会面 这是继佩洛西去年窜台后 美台勾连制造的又一起政治挑衅事件 由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蔡英文此次过境窜美与麦卡锡会面 更像是一场各怀鬼胎 相互利用的政治秀 华盛顿不过是把台湾 当成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 和遏制中国大陆发展进步的棋子 最终牺牲的 还是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 从民进党当局方面来看 蔡英文一方面想借过境篡美 拉台民进党声势 另一方面企图抱紧美国大腿 为台独壮胆 也有评论认为 无论美台如何勾连作秀 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 历史和法理事实 阻挡不了中国实现 完全统一的历史趋势 撼动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承认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大局 我们透过大量的媒体报道都可以看到 蔡英文在篡美期间 是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和反对 场面是非常尴尬的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岛内 却进行了大肆的渲染美化 以及宣传和操作 为什么民进党要这么做 的确如此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 蔡英文在美国所遭受的这些抗议 与她在岛内所进行的大肆宣传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 那为什么她在美国遭到抗议 她不去进行客观的展现 反而要在岛内进行不断的渲染 去进行不断的来去宣传 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制造所谓的执政成绩 来为民进党2024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行加分 进行服务 因为2024年1月13号 将举行新一次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到现在也就只有9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民进党现在 由于执政荒腔走板 执政无能 导致面临内外交困的困局 例如说淡荒 也就是鸡蛋短缺的问题 到现在还在持续发酵 无法得到解决 而在外部 它的邦交国一断再断 在执政7年 已经有9个所谓邦交国 与台湾进行所谓断交 所以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势下 民进党急于利用 提升与美国的所谓实质关系 制造所谓的突破 来为民进党进行加分 来为民进党下一次的选举 进行服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是要在岛内遏制 或者说打压岛内的 所谓以美的论调 以美也就是目前岛内民众 对于美国不再信任 岛内民众不但不相信 美国会进行所谓的 协防台湾 而且越来越多岛内民众 清醒地认识到 在关键时刻 美国还会摧毁台湾 所以现在岛内民众 以美也就是怀疑美国 不相信美国的声音 正在高涨 而这对于民进党 长期奉行的 所谓欺美的政策 很显然是不符合的 所以民进党要利用 与蔡英文 与麦卡锡的所谓会晤 来去打压 来去遏制岛内的 这种以美 也就不相信 美国的这种情绪 那民进党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险恶的用心 当然最重要的 也就是落实所谓的 以美谋独的策略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 我们高度警惕的 就是民进党当局 想利用台湾问题 来去在中美之间 制造障碍 来去加剧中美之间的 战略对抗 我们从过往的七年 可以看出 当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 出现一些缓和的时候 那民进党当局 总是会在从中做拱 要去把中美关系 持续走向一个僵化 持走向一个冲突 所以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 他特别希望 要把中国大陆和美国 拖向一个冲突 甚至拖向一个战争 这个时候 那民进党当局 就有可能 坐收渔翁之力 可以从中火中取力 如果说蔡英文和民进党 有极其强烈的政治目的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麦卡锡 麦卡锡 执意地要见蔡英文 她是为什么 麦卡锡代表的是她自己 还是说美国政府 麦卡锡非要跟蔡英文见面 就是想打台湾牌 美国虽然两个政党 都不缺乏 用反中抗中 来谋取政治利益的人 但是共和党 传统是跟军工复合体 更接近一点的 而且现在共和党是在野党 她的党内 最近又因为特朗普的官司的事情 搞得乌烟瘴气 所以操作台湾牌 甚至刻意 跟美国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不同调 你可以说 麦卡锡就是为了达成 她内部政党斗争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 利用蔡英文到美国 搞过境的机会 非要来一场这样的会面 她就是要满足她那个自尊 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小组的主席 盖拉格 她还威严耸听地说 说如果来自台湾的代表 不能跟美国的领导阶层 在美国土地上会面 那我们就是在喂食 最终会吃掉我们的鳄鱼 明明不跟台湾进行官方交往 是你美国自己在三个公报里面承诺的 其中还有一个公报 就是里根自己签的 别人要你信守你自己做的承诺 你扯什么鳄鱼呢 现在的局势底下 拜登政府是非常希望缓和中美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都看了出来 这一次蔡英文搞过境 明显的被美国的行政当局要求不可以高调 但是麦卡锡他就是要唱反调 他们要把拜登塑造成一个软弱的总统 然后大打台湾牌 破坏中美关系也在所不齐 其实这种做法不利于台湾 也不利于美国 不利于美国利益的 但是这些政客眼中除了自己 自己的选举利益 有考虑过别人的利益吗 有真的为美国的真正利益着想过吗 一场政治秀表演过之后 政客达到了政治目的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中美关系被伤害了 台海的稳定被破坏了 可以说这些政客是任性了一时 后患无穷 台湾的安全稳定 就在这场表演里面 再一次的被牺牲了 因为这件事情的反弹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知道麦卡锡它是共和党 有的人认为说麦卡锡此举 是想让拜登给他收拾一个烂摊子 因为他只是在野党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估 美国政府和麦卡锡 以及美国官方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网 就这件事情 我们一方面是看到 麦卡锡个人的政治算计 想借此机会 诚如主持人港菜所说的 制造一个烂摊子 让拜登政府来去进行收拾 而现在非常微妙的是拜登政府 那拜登政府一方面 他如果处于中美关系大局的话 应该对麦卡锡进行相应的约束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 那么无论是美国 还是在台湾岛内媒体 都纷纷炒作麦卡锡 所谓窜台访问的事情 但后来麦卡锡又宣布 暂时不去赴台访问 那我想这背后是美国政府 特别是拜登政府 不愿意麦卡锡窜台 那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 新的一个焦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 它是一个进行内部博弈 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产物 特别是麦卡锡 是作为共和党的人物 他是不是对拜登政府 完全言听计从 他是不是有一定 自己的政策空间 那很明显 他是有一定 自己政策空间的 所以在这种情势下 那即使拜登政府 想从中美关系大局 来去约束麦卡锡 麦卡锡也可能会做出一些 和拜登政府 预期不符的一些相应政策 那更让我们感到担心的是 这一件事情 如果说美国拜登政府 还有可能存在着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和麦卡锡进行一个唱 唱双簧 也就是对外声称 这只是麦卡锡的个人行为 那么拜登政府 只能对于表示一种 所谓的尊重 那么但是他也想借此机会 那么利用所谓台湾问题 来向中国大陆 制造一个新的筹码 也就是坐地起家 那无风起浪 那借此机会来去 在中美关系当中 进行更多的博弈 所以对此 我们既要去看到 麦卡锡个人的政治算计 也要去看到 美国政府的两面性 因而在这件事情上 再次可以看到 其实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 还是美国的共和党 其实都只是把台湾问题 当成一张筹码 当成一张牌 都是为了把个人的利益 各自己政党的利益 或者说美国的利益 进行一个最大化的政治算计 总之民进党和蔡英文 此举可以说是非常严重 而又恶劣的挑衅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 也非常担忧 他们担心民进党此举 会再次引发台海陷入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民众的这种担心 台湾舆论这边 对于麦卡锡跟蔡英文会面 致意要搞政治 很多人是非常担心的 其实包括美国的媒体 像是华尔街日报 几天之前就有评论说 这种操作可能会决定 中美关系会不会进一步的交恶 台湾普遍的看法就是 中美关系 如果因为这些 美国政客的政治操作 更加恶化了 对台湾是大大的不利 但是可笑的是 不少台独人士 为了他们心中的台独野心 唯恐天下不乱 让台湾为此付出代价 他们也是在所不惜的 民进党还有人跑出来 兴高采烈的说 你看麦卡锡跟蔡英文 见了面了吧 这就打脸了你们的 以美论了吧 这真是吓死人了 这正好是相反的 在这场名为过境 其实是想搞政治的动作之后 台海必定更加紧张 美国那些想借由台海 去谋取利益的政客 其实是伤害台湾 伤害得更深了 这样下来 以美论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这次会面 从台湾改到加州去 其实就代表 民进党当局他不是不知道 去年8月佩洛西的事情 对台湾的伤害有多大 但是你以为 现在改到加州 就不伤害台湾了吗 事情的关键 在这种搞政治性的 象征升级 根本对台湾没有实质利益 是既愚蠢又鲁莽的 同样的事情换了个地点 但是美国政客操弄 鼓励台独的做法是一样的 包括连立场一向比较亲台湾的 美国智库学者葛莱伊 接受英国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都说美国的很多做法 会让中国大陆认为 美国想要改变台海的现状 虽然拜登政府向中方保证 美国不会把台湾当武器 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葛莱伊说 当美国的政坛领袖 跟台湾领导人频频会晤 中方就很难接受美方的保证 我想她的讲法 也是台湾这边很多人表达的担心 说简单一点 就是当蔡英文把自己 变成了美国政客的棋子跟道具 去引发中美关系的紧张 去制造台海的风暴 对台湾没有实质好处 却可能付出惨痛的代价 蔡英文跟麦卡锡会面之后 她说我们维护的和平 遭遇了空前的挑战 但是说话的是你 那个为台海和平制造危机 带来空前挑战的也是你 还有就是在你背后 那些把你当成道具的美国政客 也是制造台海危险的关键的因素 那么对于麦卡锡和蔡英文 见面这种严重踩踏红线的行为 对于中美关系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低到不可逾越的红线 所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那现在麦卡锡公然不顾 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对和 蔡英文进行所谓的会面 这很显然会冲击中美关系的基础 然后特别会加剧中美的战略互移 因为美国也包括拜登政府 多次承诺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支持所谓台独 但是现在又允许麦卡锡与蔡英文 进行会晤 所以这很显然会冲击 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而与此同时 那么这件事情还会产生骨牌效应 或者说连带效应 因为未来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移 有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那中美在其他之间的一些合作 包括经贸 包括在国际气候 以及整个地区热点等问题上合作 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这种波动 那这也会被中美关系大举 带来一些新的冲击 所以从整体上来去讲这件事情 给中美关系绝对会构成一定的冲击 看来麦卡锡是美国一个非常激进的挺台政客 他曾经多次强调过对台军售的问题 那么就在这一次蔡英文篡美之前 他又再次提及了对台军售 他为什么对对台军售如此关注 那麦卡锡会说 非常及时地要能够把武器送到台湾 这当然跟美国已经累积了 高达190亿美元 台湾根本已经买了的武器 却没有送到台湾有关 所以他的话也等于是要说 这些武器要赶快送来 美国这些政客的简单想法就是 台湾受到大陆的威胁 只有武装台湾才能威慑大陆 我们过去说过 美国他又认为台湾的海空军的实力 是不能跟大陆批敌的 所以什么决战境外 他们认为不切实际 而且如果到时候 这些美国卖给台湾的战机战舰 全部都给大陆打掉了 美国也会跟着面上无光 所以他们所谓的武装台湾 就是要台湾买一大堆导弹 买火箭弹 买地雷 然后要台湾准备跟大陆登陆的部队 打地面战 所以包括像我们提到的布雷系统 或是要台湾全员武装 什么有人说人人都要学AK-47了 派出所要放刺针导弹 这都是这样来的 就是要台湾变成 他们想要台湾变成的刺猬跟豪猪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让台湾跟大陆 去浴血奋战 然后消耗大陆 美国再坐收余力 为了避免台湾被大陆拿走 他们还有人说 必要的时候 美国要把台积电的设备通通毁掉 这种要台湾拿炸弹衣当防弹衣 防不了的时候 就要台湾玉石俱焚的想法 就是毁台论跟以美论 会被那么多人讨论的这么热烈的原因 但是我们说过 这种想法除了服务美国政客的利益之外 对台湾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像麦卡锡这样的美国政客 他们是不这样想的 他们就是继续要台湾买军火买军火买军火 这种他们赚取抗中的政治利益 赚取军火的实质利益 但是却让台湾当炮灰 帮他们消耗大陆的生意 对他们来讲稳赚不赔 所以麦卡锡当然会在会面里面 念念不忘地谈到要对台的军售了 我们看到现在各界最担心的就是 麦卡锡此次跟蔡英文见面 会引发台海之间的危机 那么如果说台海之间有危险的话 势必受伤害的是两岸的同胞 那么此时两岸同胞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都知道 目前两岸最大的民意是 要和平 不要战争 要发展 不要动荡 两岸要对话 不要对抗 这是两岸最大的主流民意 而现在蔡英文去进行所谓的篡美 而且和麦卡锡公然的所谓会面 这很显然会冲击 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冲击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势下 两岸同胞要共同发声 对于民进党以及蔡英文 所谓的以美谋独的险恶用心 要进行充分的抗议以及揭示 要把民进党的这种险恶用心 也要将其充分的曝光 使得其在未来 在无论岛内还在两岸之间 都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要充分的认识到 民进党和蔡英文的 所谓以美谋独的这种危害性 特别是对于整个台海地区 和平与稳定的巨大冲击 那与此同时 两岸同胞还应该进一步地 强化彼此的交流 因为民进党和蔡英文 要推行所谓以美谋独 最重要的就是 要去落实所谓台独政策 要去将两岸之间进行阻隔 阻挠两岸之间的交流 阻挠两岸之间各项正常的往来 而如果说两岸同胞 能够不断地去强化彼此的合作 强化彼此的交流 那这样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 就不可能得逞 所以两岸越交流 民进党去以美谋独的 这种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未来那两岸同胞 都应该去积极地发声 一方面要去守护 当下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方面也要去推进 两岸统一的进程 那完全地压缩 民进党当局所谓 斜阳自重以美谋独的空间 那未来民进党当局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 两岸的主流民意 充分地认识到 那所谓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 统一有好处 蔡英文过境窜访美国 并与美国中议长互动 明目张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引发了海峡两岸各界的强烈不满 中方多部门发声谴责 这一行径 也证明了美台勾结性质的恶劣 以及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危害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 下次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